原来真的有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演员 年仅9岁便凭借着惊人的演技 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今年的提名名单当中 还有一位年仅9岁的小演员 岗恩佑 佑佑 历史当中年纪最小在提名者 导演刘江江未选吴小雯一角 真可谓是绞尽脑汁 因为这个角色不但要有古灵精怪的性格 还要有高超的演技来应对不同情景的呼吸 这时朱一龙向导演推荐了杨恩佑 朱一龙与杨恩又在拍摄《奇幻贺岁》短片八年相识 朱一龙被杨恩又在拍摄中展现的不俗演技深深吸引 认为杨恩又有着不可多得的灵气与天赋 因此朱一龙历见杨恩又来饰演人生大事中的吴小文一角 而杨恩又也不负众望 一出场便得到了导演的认可 在拍摄人生大事的过程中 杨恩又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素养和表演天赋 尤其是在情感戏份中 他的哭戏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无论是默默抽气 还是歇斯底里的痛哭 杨恩又都能信手拈来 将角色的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 在拍摄小文偷跑回家的戏份时 由于需要他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 但面对朱一龙的训斥哭出来 这场戏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挑战 更何况是年纪这么小的杨恩又 果不其然 在多次尝试后 杨恩又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状态 无奈下 朱一龙与导演商议 让朱一龙当一把坏人 用严厉的语气训斥他 帮助他找到他 看着十分委屈的杨恩又 朱一龙比任何人都要心疼 拍摄完成过后 更是第一时间抱住杨恩又 安抚他并向他道歉 看到这肯定有不少网友质疑 杨恩又是不是只会哭 那你可就真错了 在拍摄一场吃东西的戏时 杨恩又的演技 更是直接让朱一龙误以为是真的 差点要叫就不说了 杨恩又的演技 不仅得到了剧组成员的认可 更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敬 在第35届经济奖上 他凭借在电影人生大事中的出色表现 成功入围最佳女主角奖项的提名 这一消息传出后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一个年仅9岁的孩子 竟然能够站在如此高的舞台上 与众多前辈竞争 这不仅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更是很好的警醒了影视行业 那些演技不好 只有流量的明星们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电影人生大事之外 杨恩又还出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并在其中有着不俗的表现 去年在拍摄武侠片《目中无人2》时 杨恩又在与武器同心出道的谢苗搭档时 也丝毫不落下风 这少不了要归功于杨恩又在拍摄 前一次又一次刻苦的训练 为了能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即使训练很苦很累 甚至会受伤 杨恩又也从未放弃 不管是长枪还是短愿 他都不在话下 甚至还主动请求师傅教自己学心功夫 即使论起真功夫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但年仅9岁的 他足够让那些还要找提升的演员自愧不如了 如今杨恩又已经站在了 荆棘讲的舞台上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然而对于他来说 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未来的路还很长 他需要继续努力学习和磨练自己的演技 才能在这条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演艺之路上 走得更不容易 请不吝点赞订阅